欢迎收听都市言情小说《独心术》 作者 清闲丫头 主播 雨生 第32章 夜色已经沉了下来 只有床头灯过于集中的光束落在沈亿身上 把它映得像博物馆橱窗里的一件珍贵展品 他就是那个敲碎了橱窗玻璃的贼 这种微妙的刺激感把苏唐心里聊得痒痒的 不管不顾的吻伤沈亿因为喘息被粗软打乱而微起的双唇 字意掠夺 沈亿像是出了bug的网页一样 呆愣了几秒才一下子回过神来 苏唐只觉得这副被他合身压住的身体动了一下 还没来得及反应 腰背就被一个温柔的力量抱住 重心木然腾空之后 稳稳地陷进一旁的床垫里 诶 沈亿以一个身重绵长的吻 剥夺了这个贼狡辩的机会 苏唐的上衣只有薄薄一层 沈亿宽阔的胸膛轻贴在上面 体温几乎不经丝毫损耗 就传到他胸前最柔软的肌肤上 把他熨烫得难以喘息 却又飞蛾扑火一般的希望与这片热源 再靠近一些 也许是察觉到他胸膛的起伏越来越深 沈亿终于收住了这场惩戒 把手撑在他肩旁 抬起头来 深深地喘息 宠溺与恼火在目光里碰撞着 落在他的脸上 依然是一片深情的温柔 沈亿 我不许任何人嫌弃你 你自己也不行 苏唐的眼前蒙了一层水雾 视线有些模糊 只觉得这张微微泛红的脸 柔和地像梦里出现的虚像一样 不禁伸手扶了上去 掌心触到一片真实的温热 心里才重新安稳下来 如果你不喜欢你自己 给我好不好 我喜欢 完完全全喜欢 沈亿的目光微微移动 俯下身来在他发红的眼眶间 落下一个疼惜的亲吻 抬起头来深深地看着他 炙热的目光里 带着清晰的询问之意 好像在等待他输入最后一遍验证码 苏唐毫不犹豫地输了一遍 我爱你 验证码顺利通过之后 苏唐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做的这个选择是错误的 人没错 只是时间错了 入夜之后是沈亿的工作时间 就算他还病着 他的精神头也完全无法和这个 不折不扣的夜猫子较量 苏唐睡过去之前最后的记忆 是沈亿把他圈在怀里轻浮 在他已经闭起的眼睛上 落下一个个柔和的轻吻 像是在哄他入睡 苏唐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沈亿还在睡着 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睡的 昨晚的狼藉已经被他收拾得一干二净 床头灯关了 窗帘也合了起来 他的家居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他枕边 沈亿似乎在睡前洗了澡 身上穿着质地轻软的睡衣 苏唐挨在他的怀里 可以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沐浴液的鱼香 要不是身体上微妙的不适感 苏唐几乎要以为 昨晚的一切只是他白天目睹了沈亿 覆盖率不足5%的身体之后 大脑受到沉重的刺激 在他熟睡过程中产生丰富联想的结果 苏唐在沈亿的怀里 无声地叹了口气 浅浅笑了出来 从他认识沈亿的第一天起 即使是三更半夜被他骗到他家里来 他也没有动过一丁点对他设防的念头 他一直以为 这是因为沈亿身上没有坏人的气质 但现在想想 坏人也不是照着一个母子长的 谁说坏人就不能长成他这个样子呢 他的沦陷 恐怕远比他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早得多 真好 在他沦陷的那一刻 他眼前的人 是他 沈亿在固有生物中的作用下睡得很沉 苏唐小心翼翼地吻了他一下 伸手摸了摸他已经恢复到正常体温的额头 挪开他还虚抱在他腰间的手 起身下床 到底也没有把他惊醒 苏唐不确定今天终点宫还会不会来 也不知道沈亿订购的那个鱼缸什么时候会送到 洗漱之后就没有穿沈亿给他留在枕边的家居服 还是换上了昨天来的时候身上穿的那身衣服 然后就到厨房里翻箱倒柜地找小米熬粥 沈亿是不会被声音吵醒的 他收拾起来也没顾忌锅碗瓢瓢叮当光浪的碎响 结果刚把砂锅放到灶上 就听到一阵很急促的脚步声 家里一共就他们两个人 苏唐赶忙从厨房里探出身来 沈亿刚刚在走廊 客厅与餐厅的交界处站住脚 身上还穿着睡衣 头发乱糟糟的 一看就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 好像是在找些什么 扫见客厅里没有 就急忙转头往餐厅的方向看 正看到刚从厨房里走出来的苏唐 目光一下子定住不动了 不只是目光 整个人都不动了 苏唐莫名其妙地走过去 沈亿的目光就莫名其妙地跟了过来 苏唐扬起准备搅和周用的不锈钢饭勺 在他脑门上轻敲了一下 怎么了 猫踩着你尾巴了 苏唐这一敲 像是敲中了什么开关一样 原本呆愣着的人 突然张手把他抱进怀里 抱得紧紧的 苏唐突然紧贴到他胸前 清晰地感受到 从他左胸口传来的有力的跳动 苏唐这才反应过来 他刚才是在找他 他没有动 他留在他枕边的家居服 反倒把来时的衣服穿走了 他听不见他在厨房里忙活的声音 以为他已经走了吧 沈亿静静地抱了他许久 苏唐听到厨房里 传来水快烧开之前的滋滋声 担心水沸出来扑膝造火 忙在他背上拍了拍 沈亿会议地松了手 苏唐本打算立马回去看锅 结果一抬头 就看到他一副心神还没落定的样子 心里依软 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抿着一点坏笑 低声问他 干嘛 怕我把你睡了之后 不负责任就跑了呀 沈亿仅存的一点紧张 被他逗了个一干二净 睡意未消的眼睛里 晕开一点晨光般明朗的笑意 扁起嘴来 半真半假地点了点头 苏唐好气又好笑 又扬起饭勺 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你怎么老是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 自己折腾自己有意思吗 沈亿大概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患得患失 柔着脑门上被饭勺敲过的地方 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苏唐叹气 你这样的脾气居然去当操盘手 是你玩股票还是股票玩你呀 赶紧穿衣服去 好不容易退烧了 小心一会儿又着凉了 沈亿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洗漱好了 用一件暖色的衬衣和一条白色的休闲裤 换下了那身松松散散的睡衣 脸上挂着精神明朗的笑容 把打好字的手机递到苏唐面前 苏唐一边搅和着正在砂锅里翻滚的小米粥 一边往手机屏幕上看了一眼 确实是股票在玩我 苏唐气乐了 抬头瞪他 你现在才醒悟 是不是晚了点啊 沈亿站在他身旁打字 神情温和的像小米粥的香气 苏唐只用余光扫着 就觉得心旷神疑 沈亿轻快地把字打完 递了过来 我的股票入门老师 是我在美国的心理医生 苏唐愣了一下 心理医生交股票 沈亿点点头 这是他针对我的心理问题 为我定制的治疗方案 苏唐听说过 因为炒股闹出各种疾病的 倒是还没听说过 用炒股治病的 什么心理问题啊 非常害怕 经理得失 苏唐正了一下 对上沈亿 有点抱歉的目光 突然明白 他为什么要说这些 不禁倾笑点头 以示理解 今天的天气很好 昨晚之后 他与这个人之间感觉微妙的变化 把天气称得更好 好的苏唐无心感伤 你第一次玩股票是几岁啊 十三岁 苏唐皱起眉头 十三岁就可以开户炒股了吗 沈亿笑着低头敲字 平和流畅 医生为我提供的账户 方便根据我的操作记录 对我的心理状态做出评估 苏唐有些挫败地斜眼看他 你十三岁就会分析大盘走势了 沈亿在小米粥清香里笑着摇头 那时候觉得这些数据很无聊 也不懂得对股价产生影响的变量有哪些 喜欢哪一支股票的名字就买哪一支 不喜欢了就卖掉 苏唐被这样任性的交易准则逗乐了 笑着替他的心理医生抱不平 这样能起什么治疗作用啊 沈亿认真的点头表示赞成 好像干这件事的那个熊孩子 根本就不是他一样 本金也是医生提供的 玩起来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刚开始的时候 把他赔得很惨 然后呢 我爸爸竹树赔给他了 又给他一笔钱 让我继续接受这项治疗 然后你就知道心疼钱不敢乱玩了 看着沈亿一本正经的点头 苏唐笑出声来 你也真能遵医嘱 都治了这么多年了还没笑过 居然还信他的 沈亿民嘴轻笑 眉眼间裂过一片轻软的温柔 我也是刚刚睁开眼睛 看到你不在身边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治疗无效的 苏唐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刚想为自己的安全感抱不平 沈亿已垂下目光 韩笑敲下一段一本正经的文字 我刚才思考过 这种治疗方法 对我的效果一定是很有限的 我比可以听见声音的人 更容易根据眼前的情况 做出相关的联想和猜测 这是我的大脑 对我设立的一种保护机制 我无法拒绝 苏唐无力反驳 盯着他的脑袋叹了一声 我可以复制一下你的大脑吗 沈亿嘴角的弧度一深 笑得有些耐人寻味 其实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过这样的保护 就像现在的陈国辉 苏唐看得一愣 陈国辉怎么了 他只是听说 我要对媒体发布一些事情 并不知道我要发布些什么 所以就最大限度地 做最坏的打算 苏唐看着沈亿 轻快敲下地来的话 皱皱眉头 抬头看他 我有件事想不通 你决定联系媒体开发布会是昨天下午的事吧 苏唐问得认真 沈亿也认真的点点头 那陈国辉怎么会那么快就知道了呀 实话实说 苏唐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秦静瑶 转念又觉得无凭无据就冤枉人不太好 还是没有直说 会不会是你身边有内鬼呀 沈亿眼中的笑意 木然一浓 我身边只有一只鬼 谁 沈亿紧抿着嘴唇 把笑意锁在唇角 一只敢刺我衬衣的小色鬼 不等苏唐再拿饭勺敲他 沈亿已经迅速敲下一句一本正经的话 时时无地递了过来 消息应该是部分媒体卖给陈国辉的 苏唐被这句话惊得没了脾气 卖给他 沈亿轻轻点头 安然地打字 无论是什么战争 消息都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 而且媒体也是要吃饭的 付给我的钱总要从别的地方赚出来 我猜除了陈国辉之外 他们还卖给了许多别的上市公司的高层 现在应该有很多家上市公司正在紧急加班 苏唐大概能明白这里面的利益流动 在心里替孤军奋战的沈亿暗叹了一声之后 脱不服气地瞪他 你找媒体开发布会 媒体还给你钱 凭什么呀 沈亿的眼睛笑得弯弯的 笑意没有了足够的容纳空间 自意地蔓延开来 这是我的第一次 很值钱 苏唐挑起了眉毛 我觉得你不该去看心理医生 倒是应该去整形医院看看 沈亿被苏唐这句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的话 看得愣了一下 苏唐眯起眼睛 微轻上身向他凑近了些 目光落在他的脸颊上 你没发现 你有很严重的肌肤问题吗 沈亿愣愣地摸上自己 刚刮过胡茬光滑一片的脸 困惑地摇头 苏唐深深地摆他一眼 脸皮太厚